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与林雪槐定立婚约后 蝴蝶很快大红大紫 而林雪槐却在上场再次失利 两人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首先提出解除婚约的 却并非事业成功的蝴蝶 而是落魄的林雪槐 那么林雪槐这不合常理的举动 究竟目的何在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蝴蝶解除婚约案第二集 蝴蝶红了难有垮了 她是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 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永生电影 她是第一位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中国演员 蝴蝶一生经历坎坷 成名不久 她就遭到未婚夫的合障 在明星害怕打官司的年代 蝴蝶原和会主动发起解除婚约的官司 她又能否走出这场婚恋危机呢 系列节目民国婚姻往事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聚焦蝴蝶解除婚约案 蝴蝶在16岁那年考取了中华电影学校 由此开启了自己的电影人生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 她与一位叫林雪槐的电影演员坠入了爱河 林雪槐入行较早 对蝴蝶给予了很多帮助 随后蝴蝶名气节节攀升 林雪槐却在影坛发展兽足 被迫转入商界 两人地位发生逆转 为安慰失落的林雪槐 19岁的蝴蝶毅然决定 与林雪槐定立了婚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蝴蝶与林雪槐定了婚 在当年定婚是人生大事 双方一经宣布定婚 那就是未婚夫妻了 这种关系不仅为社会所承认 而且具备法律约束力 所以当时在法律约束力 当时的人们都十分看重定婚 蝴蝶与林雪槐是经自由恋爱而发展成为未婚夫妻的 这在当年并不多见 因为那时多数人家还在遵循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的骨絮 婚姻大事由父母包办 从这点来讲 蝴蝶与林雪槐两个人算是很幸运 双方的父母也是开明的 那时蝴蝶在影坛事业出城 林雪槐刚刚愁出满志的转入商界 两个人都觉得虔诚远大未来一片光明 订婚以后两个人彼此相爱 有过一段堪称幸福的时光 在那段时间里 林雪槐带蝴蝶体贴入围 殷勤备至 蝴蝶后来曾这样回忆两人订婚后的那段生活 他说林雪槐带我很好 我的任何事情他都肯做 即使为庸仆所不肯做着 他也肯做 林雪槐的殷勤与耐心 让蝴蝶感到十分满意 但是好景不长 两个人很快就产生了矛盾 而且矛盾愈积愈深 矛盾的起因 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越来越少 这样主要是由于蝴蝶天天忙着拍片 有时进到摄影棚里 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 工作耗费时间多 自然不能像从前那样 天天与林雪槐轻轻握握的聊天 恋爱 它原本是需要时间的 没有时间天天泡在一起 情人间的温度难免就会降下来 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由于两个人职业状况的不同 引起了彼此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 简而言之 蝴蝶在影坛迅速走红 而林雪槐在商界却一事无成 我们前面讲到 在蝴蝶与林雪槐的订婚仪式上 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亲临祝贺 这就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表示明星公司很重视蝴蝶 明星公司那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影片公司 当时的电影市场竞争激烈 各电影公司都要拼命的争夺优秀演员 蝴蝶在天一公司的出色表现 令明星公司掌门人张诗川看得眼热 就想方设法去挖天一公司的墙角 他与郑正青周建云等人 借蝴蝶与林雪槐订婚典礼的机会 以祝贺为名登门联络 以后呢 又派人传递信息 希望蝴蝶能够加盟明星公司 明星公司的邀请令蝴蝶为之动心 因为那个时候蝴蝶在天一公司 也感到很沉闷 蝴蝶在天一公司的两年时间里 虽然饰演了不少角色 而且每次都是演主角 名气也大理性 但天一公司的影片 只一味追求票房收入 艺术格调不高 这种状况令蝴蝶感到不满 而明星公司打出拍长篇证据的大旗 提出为弱者名不平的口号 在追求票房收入的同时 更为关注影片的社会教育 明星公司的作品 从选材利益到导演的艺术构思 从摄影技巧到演员的表演水平 都明显高出像天一 这类主要注重票房收入的公司 所有这些对于蝴蝶自然很有诱惑力 1928年3月 蝴蝶离开天一公司 正式加盟明星公司 当时蝴蝶虽然已经小有名气 但在明星公司掌门人张诗川看来 仍是一块普玉 远未放出应有的光芒 蝴蝶的加盟也让张诗川很兴奋 他们两个人在电影事业上很投缘 张诗川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 在他导演影片的时候 很少有演员不被他训斥 而蝴蝶则是少有的例外 按张诗川的说法 蝴蝶刚到明星公司的时候 演技还幼稚得很 但他有个特长 就是诚恳耐劳 当时稍有名气的演员 免不了要摆一摆明星的谱 在摄影棚里不大听导演的话 而蝴蝶则像个小演员一样 每次导演讲解剧情 他都聚精会神的倾听 认真领会导演意图 他的表现令张诗川喜出望外 两人的合作也就格外的愉快 这种愉快的合作既保证了影片的质量 也是蝴蝶的演技 你姓什么 我姓林 你那孩子 生下来多少日子了 一个多月 好 就留着带来试试它 大宝 你鬼鬼祟祟的干嘛 随着名气的上升 蝴蝶的待遇 也更加优厚 到了1929年下半年 他的月薪涨到了两千块钱 每月十只一千元 余下的一千元 作为公司欠薪 在影片拍完以后不齐 这样的薪酬标准 在当年的演艺界是绝无仅有 蝴蝶在演艺界大红大义 然而转战生意场的林雪槐 却在此失利 那么自信和自尊心接连遭遇打击之后 林雪槐会如何看待自己与蝴蝶的恋情 而事业成功的蝴蝶又会如何对待遗事无成的林雪槐 他会后悔与林雪槐订婚的举动 并抛弃林雪槐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蝴蝶解除婚约案 第二集蝴蝶红了 在蝴蝶大红大子的同时林雪槐却表现了财气平平 或者说是江郎才净 他不当演员 但经商也不是那么简单 一开始他的陈餐大王生意还不错 因为不少人对于电影演员卖早餐点心感到好奇 出于看热闹的心态来他这里用餐 这种情况肯定不能长久 长久之际还要靠实实在在的经营与管理 而这又并非林雪槐之所长 林雪槐这个人可能原本就不是经商的材料 办饭店卖点心那是个辛苦活 不仅要能吃苦还要会算计有耐心 要研究市场 使自己的产品能够适应特定顾客的特殊口味 而林雪槐既不懂技术 又不抓管理 整天衣着光鲜 东游西逛 夸夸其谈 装出一副实业家的样子 像他这个样子的搞法 饭店亏损可以说是带有必然性 很快 陈餐大王生意惨淡 渐渐的开始入不敷出 点心卖不出去 房租雇员工资经常拖欠 债主一次次的堵在店门口 林雪槐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一次次的让蝴蝶帮他偿还欠款 既然陈三大王注定要亏损 聪明的办法就是紧早放弃 按说蝴蝶每月能挣那么多钱 林雪槐也可以不去办什么饭店 可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林雪槐 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本该顶天立地挑起家庭生活重担 如今却要靠未婚妻来养活 很没有面子 这倒也是当年社会普遍通行的看法 我们中国人传统上就是讲究男主外 女主内男人在外闯天下干事业做生意 女人在内操持家务 如果一个大男人在外面一无所成 整天待在家里会让人瞧不起 这也是林雪槐明知陈参大王亏损 还硬要支撑下去的基本原因 但这种面子工程 它又是生意场上最忌讳的事情 生意场上讲究有利润就做 没有利润就不能做 实业家不是装出来的 连李子都没有 面子从何谈起 但林雪槐不懂得这一点 不撞南枪他不回头 撞了南枪他仍然坚持着不回头 蝴蝶与林雪槐两人相爱 其实是件很偶然的事情 一次偶然的邂逅相遇 有一点相近的职业因素 加上当时的特殊环境 两个人接触多了就相爱了 也可以说爱的根基 并不是很牢固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蝴蝶的美貌最先吸引了林雪槐 而蝴蝶能够爱上林雪槐 主要还是爱上了他的才气 以及他的乐于助人 那个时候 蝴蝶刚刚开始接触电影 而林雪槐呢 已经在圈子里摸趴滚打了多年 演过不少角色 甚至还演过主角 林雪槐在与蝴蝶谈论表演艺术的时候 也总是能够知无不言 而且能够说得头头是道 这样的才气 对于涉事卫生的小姑娘 是很有细力的 所以 我们如果抛开各种偶然因素不说 支撑着蝴蝶与林雪槐相爱的 其实还是那个传统的郎才女貌 如今 时间才过了几年 当年的女貌更加出色 而所谓郎才 则已经是江郎才近 看到未婚妻 红透影滩 财源滚滚 林雪槐是五味杂陈 心灰意冷 在蝴蝶一方 对于两人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 倒没怎么太在意 1930年 蝴蝶的父亲胡少彤 已父先在家 蝴蝶出资 办了家公司 名义上经营商贸 其实就是想让老爷子有个活干 看到陈参大王亏损严重 经过蝴蝶多次劝说 林雪槐终于同意将饭店关掉 这以后 林雪槐开始帮助胡少贡经营蝴蝶公司 此后的林雪槐可以说是一招挨蛇咬十年怕警生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打击 他对于经营上的事情再也提不起精神 为了安慰他 也让他显得有点面子 蝴蝶花了三百八十辆白银为他购买了一辆小轿车 有了车 林雪槐整天开始在外面兜风 只是在闲着无聊的时候才驱车到公司随便转转 1930年秋天 明星公司开始拍摄有声影片《歌女红母丹》 蝴蝶饰演女主角 这是国内电影公司拍摄的第一部有声影片 投资大 没经济 公司上下都很紧张 老板张诗川亲自率领演知人员烧香拜佛 燃放鞭炮去鞋 发誓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并且当众宣布了严明的机遇 任何人不得迟到 不得早退 不得擅自离场 在接下来的将近半年时间里 蝴蝶清晨几起 每天都提前赶到摄影场 熟悉场景与台词 随后就是与大家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拍摄中 等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一般都快到深夜了 超复合的工作 使他疲惫不堪 稍有空闲 也想尽量多歇会补补教 这就使得他与林雪怀见面的机会更为稀少 对此 他心里也多少有些不安 感到过于冷落未婚夫了 尽力想有所弥补 那怎么弥补呢 就是多给钱 尽量让未婚夫在生活中能够体恋风光 面对接连受挫的林雪怀 蝴蝶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大度 宽容 能找到这样善解人意的未婚妻 按说林雪怀应该感到幸运 也应该对这段感情格外珍惜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他却首先向蝴蝶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 那么他为何要这么做 是他不劳而获 心生愧疚 还是别有企图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蝴蝶解除婚约案 第二集 蝴蝶红了 难有垮了 尽管蝴蝶想尽办法 试图安慰失落的林雪怀 希望他重新振作起来 然而 一次次的受挫 已经让林雪怀信心全 靠未婚妻生活的事实 也让他时常感到抬不起头来 面对蝴蝶的安慰 他非但没有重整旗鼓 反而拿着蝴蝶辛苦赚来的钱 开始了一种最生梦死的生活 大概从1930年的10月起 林雪怀开始放纵自己 他频繁出入舞厅赌场 天天与舞女歌迹混在一起 过起了纸醉金迷 醉生梦死的生活 蝴蝶是大牌明星 林雪怀是大牌明星的未婚夫 也算是半个名人 林雪怀整天泡舞女歌迹的事情 很快就传播开来 先是在熟人的圈子里面传 后来就传到了胡少贡那里 胡少贡很生气 为女儿感到难过 开始的时候 他还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女儿 等到他意识到 必须要告诉女儿的时候 林雪怀的不检点 已经传到满天下都是了 不别听父亲讲了林雪怀的事 事情不小 又有些将信将疑 他已经连续一个多月 在公司里边拍摄歌女红牡丹 这部影片中就有类似的情景 影片中的歌女红牡丹 嫁给了一个无赖丈夫 红牡丹收入颇丰 但辛辛苦苦挣的钱 都被丈夫挥霍一空 钱不够花了 丈夫竟狠心的将女儿卖掉 蝴蝶在那段时间里 脑子里天天想着红牡丹的事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就要成了现实版的红牡丹 又怀疑林雪怀也许还不至于沦落为红牡丹的丈夫那般的无赖 直到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了林雪怀刚从舞庭出来 左拥右抱着两个舞女正要进轿车 眼前的一切证实了他的怀疑 也刺痛了他的心 考虑到两个人的脸面 他当场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 但事后与林雪怀严肃的谈了此话 林雪怀自知理愧 搭着脑袋一声不吭 蝴蝶苦口婆心的劝他要振作起来 不要自甘堕落 林雪怀仍然是一声不吭 蝴蝶又告诫他 自己收入虽多 但钱都是心血精神所患 不能这样任意挥霍 哪知道一提到钱的是林雪怀就火了 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 花了女人的钱 落得让女人输了 两个人大吵了起来 结果是不欢而散 接下来 这对未婚夫妻进入了冷战状态 谁也不理谁 蝴蝶虽然烦恼 但只要一进入摄影棚 也就等于进入了电影中的世界 而林雪怀仍在我行我素 继续过他的纸醉金一般的生活 但这种生活是需要钱的 冷战持久了 钱也就没有了 为了要到钱 他曾经向蝴蝶公司的财富上借 也硬着头皮找过蝴蝶 向未婚妻要钱 开始的时候蝴蝶扔像从前那样 只要林雪怀伸手 他就如数给钱 但后来父亲多次提醒他 不能用自己挣的血汗钱 供林雪怀胡作非为 蝴蝶觉得父亲提醒的对 便收紧了钱包 林雪怀再要到钱 变得困难 而没有了钱 就等于给他的新生活 来了个府邸抽薪 而此时的林雪怀 已经沉浸于声色赌场 而不能自拔了 一天不去 心里就痒痒 可没有钱怎么办 想到钱的时候 他不仅感觉窝囊 而且对蝴蝶生出了恨意 屈指算来 林雪怀与蝴蝶订婚已经三年了 正常说来也该完婚了 而且从年龄上讲 蝴蝶已经22周岁 林雪怀比他还大两岁 在当时都要算是大龄青年 但订婚以后 林雪怀的职业生涯一直不顺畅 蝴蝶则一门心思的忙着拍电影 结婚的事双方谁都没提 近来两人又闹起了矛盾 就更不可能想结婚的事了 天天就在这个时候 上海一家叫大报的报纸 刊登了一则关于蝴蝶的新闻 这家报纸名为大报 实际很小 每三天出一期 专门刊登名人隐私及花边新闻 这则新闻以所谓本报讯为引字 说电影明星蝴蝶 常与某人共下无常 还说蝴蝶与某些影界同行关系暧昧 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不少这类低俗报纸 为吸引读者眼球专门曝光一些所谓名人内幕 其实是捕风捉影的搞些花边新闻 甚至呢还有的纯鼠捏造 对于这类报道 人们一般都是看过之后一笑了之 纯粹为了消遣 没有人去当真 但林雪怀正心生怨气 看到报纸上的报道 以为自己可以借此机会打个翻身仗 于是他气势汹汹地闯到明星公司的摄影棚 晃动着报纸严厉斥责蝴蝶 蝴蝶很吃惊 不是吃惊于报纸的报道 而是吃惊于林雪怀竟然相信这类鬼文章 他耐心地对林雪怀解释说 绝无此事 但林雪怀不依不饶 坚持非要给自己讨个公道 正在拍片的人们 也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 为他俩当合适了 林雪怀见当场也闹不出什么名堂 铁青着脸走了 临走的时候还恨恨地说 这事没完 事情果然没有完 大约过了半个月 蝴蝶正在为歌女红牡丹配音 因为是第一次做有声电影 所以配音进行得很艰难 速度很慢 这个时候 有一高一矮两个中年男人来到公司找蝴蝶 见面以后 那两个人做了自我介绍 高个子的叫恶森 矮个子的叫黎征奥 两个人说 我们是律师 受林雪怀先生的委托送您一封信函 请签收 说着就递给蝴蝶一个信封 并随手递上一份签收单据 蝴蝶感到奇怪 未婚夫妻之间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当面说 怎么还要通过律师转交信函 而且还要当面签收 此时的蝴蝶绝不会想到 林雪怀送来的竟然是一封要求解除婚约的信函 那么依靠蝴蝶生活的林雪怀却主动要求解约 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林雪怀利用蝴蝶珍惜名誉的心情 试图用解除婚约相要挟 蝴蝶的好友 富民演员阮林玉 就曾遭到男友张达民的长期要挟 合掌 最终自杀身亡 那么蝴蝶会如何对付林雪怀 他会像好友阮林玉那样委屈求全 还是会针锋相对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蝴蝶解除婚约案 第三集 这个女友不好远